黎巴嫩的这场BB机爆炸将加速全球产业的分裂 大家好 这几天相信发生黎巴嫩BB机爆炸案多位并不陌生了 十多人死亡 2900多人受伤 一个小小的窗户机 一个早已在中国大陆被淘汰了的通讯工具 竟然成为了杀人工具 黎巴嫩方面直接将这场案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由此带来的后续报复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由此带来的后续影响也是极其严重的 具体消息 我们这里不过多解释了 相信这几天大家都看了不少了 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中也提到过了 这件事情我们提三个看点 第一 技术上 为什么都2024年了 黎巴嫩珍珠党还在使用BB机 因为技术上BB机传说的信息 更难以被定位和被最终 不论是机动性还是安全性 都符合黎巴嫩珍珠党的需求 这一点其实也暴露了一个现实 那就是在美国的协助下 以色列拥有着对中东地区的广泛信息监控能力 而黎巴嫩珍珠党也清楚这样的事实 并试图用BB机来传输信息 以规避以色列的优势 但是很遗憾珍珠党采购的BB机中途被暗中安装了炸药 导致了现在的事情发生 夸张一点说 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再指责我们华为的产品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们原以为美国怕它情报信息泄露 实际上美国人可能是怕这些东西会变成定时炸弹 因为美国人他真的能干出这种事情 所以他认为我们中国也可能会这么干 第二个看点是产业上的 就像我们说的 吃了这次大亏 未来珍珠党在设备上的采购 选择面会进一步缩小 间接的也其实打击了西方 在中东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市场空间 当然了 以色列他不在乎 今天可以是BB机爆炸 明天可能是手机 车辆 甚至是无人机和家用设备 在这种现实的威胁面前 世界的产业将会迅速进入两极分化 一个是西方阵营 一个是东方阵营 这种脱钩远非是过往政治手段可以比拟的 一旦不信任的种子被种下了 那后果将是无法改变的 第三个看点是性质上的 以色列向世界展现了他自己 在做某些事情上的技术天赋 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全球一同支付买单 举个例子吧 国内虽然调侃说三星手机是手雷 但那仅仅是调侃它的电池问题 不是真的会成手雷 但是以色列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你去超市买水 你会将这瓶水拿去检测验毒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以色列这么思路开阔的干 说难听点那就是毫无底线 这就像打开了判断拉磨合 未来将会有无数后来者重复类似的操作 将日常的无害的生活用品也都武器化 最后倒霉的将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普通人 现在不知道传说中的台湾地区对这件事的参与程度到底如何 但不论如何 这批爆炸的BB机厂商都是指向了台湾 这种党可不是什么行凶开阔的组织 台湾这次真的是惹上了大麻烦 对等报复之下 只怕可能是台湾企业的下游贸易链条都会要见血的 好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